周三 2月18号 美国德克萨斯州 潘汉德尔地区的大火人在肆虐 烟尘弥漫天空 消防员在奋力控制火势的同时 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居民 这场野火从周一 2月16号下午开始燃烧 迅速蔓延 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 烟雾吸大火的过火面积 三天内扩大了五倍 受火灾影响 美国组装和拆卸核武的设施 潘特克斯周二晚间一度关闭 周三已恢复正常 截至周三 这场野火的过火面积 已达到50万英亩 很多树木被大火烧毁 有房屋和建筑受损 德州州长格雷格·阿伯特周二表示 这场火灾 已使该州60个县的居民受到影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田园综合报道